昨天的強烈地震 造成花蓮玉璃的一棟三層樓房屋倒塌 昨天晚上就已經開始進行拆除 屋主等人下午 監視已經到了現場 找尋貴重的物品 軍方則是支援探照燈 到現在還在持續的拆除協助 不過地震加上了房屋 坍塌 也連帶影響到了隔壁的店家 多量挖土機 持續動工 工程人員十九號下午 持續進行拆除 花蓮玉璃這棟三層樓房屋 在強正後倒塌 警方在現場為止秩序 不讓外人隨意進入 原本計畫立平十九號拆除完成 可是現場還有大量鋼筋水泥 及碎石 難度很高 國軍在現場進行交管 還調來探照燈 協助照明 方便拆除 台電人員也緊急架設供電系統 提供居民使用 而倒塌的房屋原本一樓是便利商店 超商店長及屋主等人下午到現場 找尋貴重物品 在強正過後 房屋出現裂縫 就連外圍圍牆 裝瓦也散落一地 店家把問題指向隔壁倒塌的 三層樓房屋 一樓的便利商店 有巡貨店內保險箱 收營機清查後 財務先交由警方 而房屋倒塌 也波及隔壁店家 店內物品亂成一團 大門被擠壓 關不起來 從事美容美髮教學的屋主 相關設備 房屋受損等費用 錯誤損失超過四十萬 店家也先緊急告知 暫停兩天教學 趕緊把屋內清理完畢 預計影響超過五十名學生 地震災後修復 造成損失 恐怕難以估計 記者陳冠勛 郭俊玲 SNG小組 花蓮報導